好 今天呢 这堂课要跟各位讲 我摔的时候的空间的开合 还有三角 无处不三角 三角形是怎么形成的 三角形的前面的尖点 是怎么来的 然后呢 我什么叫做翻砖 什么叫做圆砖 翻圆之变 这根都跟我们的摔法 缠法 还有卷落法 很重要 你看 当我们现在抓到它的时候 我们太远很喜欢一个棚子 这个棚子好像是回圆嘛 这就是回圆砖 可是回圆砖 你把它里面拉一个线 这个点 接触点拉到我的检板 接触点拉到这样 这里面就含了一个三角形 所以它是内三角 外回圆 懂吗 所以你看我这样一拿着它 好 你看 这里头有三角 然后这里头有三角 然后这里头有三角 然后我的手 这个有三角 对不对 肘有三角 然后腕块有三角 腕膝也是三角 所以无处不三角 隐藏到很多的三角形 那三角形它就有一个尖点 尖点就是内的出口点 所以我们这个尖点 就是用尖点来打人或摔人 对不对 这样子 压过它 它就受不了 你看 尖点一压过它 它就受不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 你看我尖点轻轻一压过它 它就受不了 它用尖点来带残摔 它就可以旋转换方位 对不对 这样子不行 打开了 回来 看 受不了 懂吗 所以这个在和气道里面用很多 但是和气道没有讲 说一定要这样子压着 像譬如说我们主要抓我们的 抓我们的 摸着这个 抓这边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 要靠它 你看我用身体靠它 然后做螺旋 下去 这个就是靠 可是这个是它已经抓我了 我没有办法把它敞开 所以我必须这样做 可是在没有抓我的幻想 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我刚才讲啊 小肠腿栓 你看 小肠腿栓 卷落 推展 然后领展 就下来 对不对 好 你看第二个 如果是这样的同胖位 问题我抓的时候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我要做代展 我没有讲顺场和立场是以我的范围的 我的历史都交立场 我的顺度交立场 那这个时候我是做立场 外面对方的力量很大 我走不过去了 才更问题看 可是如果说我坐不过去立场 我再顺调完了 我把场一打开 就等于解锁 就等于把他的力量挥 所以我们做错不能责办 他已经是一个人 问题你只坐了半个人 所以你出不去 半个人出不去 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推托 带领周当 这个是队长 出不去 不解锁 领展 就下去了 看到没有 很快 但是条条带路重领网 不是只有一条 结果我这样 这样抓他 卡住了 他走过 你看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已经这样子 我如果一解锁 我完了 不行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一样改变方位 看到没有 他也是很细的 所以我只要抓到他了 我就不能解开 我不能解锁 我一解锁 你看哦 我先不解锁的状态 我这样过不去 那我就合不出来 就开 开的时候就这样开 看到没有 没有解锁 把空间挡开 一样不给他很大的力量 他就摔下去了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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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